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经过了风灾和地震的重挫 让家里餐厅的生意一蹶不振 不是专业厨师出身的王孝良 该如何坚持用家庭料理的方式 来传达赛德克文化的情感呢 一块来了解 很香耶 这个味道 你喷下去那个 有柴香 对 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以前妈妈在做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是翻桌率为主 所以那时候大家很有名是红尊大餐 或者是可能就是一些一般快草类这样 可是经过好几次天灾之后 我们这边其实已经没有像往年 像以前这么多的游客 然后回到这部落 你要让客人能够再进到部落的话 你就是要特色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去想说 我们原住民有什么料理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为了让阴天灾一绝不起的家业 能再重现往日风华 曾去国外考察的王孝良 发现国外原住民的传统料理 很多都来自香料 因此就思考想从香料做出区隔性 那我们要怎么去告诉大家 我们原住民有什么比较特别 就会用 我就开始用香料来做料理 用马嘎 或者是赤虫 或者是肉粿 甚至于就是所谓的野菜类的 咸丰草 龙葵 这些东西来做一些比较特别料理 来传达我们的原住民的一些特色 酱料的部分也就是在我们园圆区里面都有种 王孝良很明白 要让客人回流 除了保留赛德克传统料理文化外 还得符合现在消费者的需求 要怎样做到保留赛德克料理文化 又有创新的元素呢 然后我的餐桌部分 其实当然是妈妈传承下来的 我会继续保留 那文化这件事情 让我也在这几年学到一件事 就是一个家 我们的家庭生活的传承嘛 那在料理这部分 妈妈传承给我 到了我这一代 我还是一定会有创新 也是希望未来我传 如果我下一代 愿意再做厨师的话 那我就会传承给他 那每一个时代都会改变 就像现在很多 我们原住民以前有腌肉 我们拿生的给你 你不一定敢吃 那我们怎么让这个腌肉变到 你会认同的口味或料理 我们就要去思考 我们要符合现代顾客的要求 所以才会有这一代的 这一代的馋酌 这一代的特色料理 就拿最传统的真地瓜来说 王啸良试了很多方法 花了一年的时间 终于才蒸出最满意的口感 从大火中火到小火焖熟 就得花四个小时 这种做法一点也不符合经济效益 但他很坚持 吃了很久 有些人有教过 你用鲜水煮嘛 再来蒸 那我发现到 甜味会流失 没有那么的绵密 然后如果我急着 要把这个地瓜蒸到好的话 开大火下去蒸的话 那可能第二个小时 他就爆掉了 人家就说 我就是一个很笨的厨师 对啊 瓦斯要花费这么多 干嘛干嘛 可是我觉得 我的客人来到这边 他的笑容跟满足 对我来讲才是我的价值 王孝良也把日炬时代 宴起宾客的赤饭 就是浸泡超过十个小时 由红豆小米糯米 组成的红豆饭 来招待客人 富有吉祥喜庆的意涵 希望把它延续下去 因此也成为店内的招牌菜之一 前一天晚上我们就开始泡 让它吸煮水分的话 那它隔天我们在烹调的过程中 它的Q度跟软度 都会比较 比较好吃也比较香 对 所以我那时候才会坚持 我一定要浸泡 前一天晚上就要开始泡 泡到隔天早上 然后再跟红豆水 再做第二次浸泡 然后再来烹调 这样我才会把最好的东西 给我的客人吃 就觉得这道料理 在我们部落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而且只要在我们整个 赛的客组 只要有喜庆 都一定会蒸这个饭 王啸良很重视摆盘细节 小小的繁星花就能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而食餐来源几乎是从自家田园到餐桌 也是赛的客料理的重要精神 我们有养我们的那个土鸡啦 然后蔬菜的部分 我们就是有自己种 也有跟农友的配合 土地给你什么 你就吃什么 所以我这边也是 也有自己在种菜 然后土地把希望 这个菜种漂亮 种了给我的话 那我当然就是用这个菜来 招待我的朋友 招待我的客人 所以说就是把老一辈的一个大自然的回馈的一个传承 一个想法 一个文化 把它传承下去 就是我们要友善的对待我们的土地 只要用心坚持 王啸良认为天然简单调味的料理 也能变成不平凡的果宴菜 那原住民的料理 之前也有上到果宴过嘛 就所谓的珊瑚椒马告料理 马告宴 可是回过头来 这些东西也都是家常菜 那你要怎么用心去烹调它 让它变成一个大家 甚至于是国外都会认同的一个东西 一个料理 那就是用心去做这一件事情 对每一道菜都要求做到最好 他认为除德的价值 往往超越当前的迎头小利 我们要赚钱没有错 年轻人要赚钱是一定要的 而且在现在这个社会中 可是如果为了赚钱 在做料理的过程中 你随便去做它的话 那你赚了这一次 那你就会赔一辈子 那我现在也许现在赔上辈子 那可是大家认同我之后 我下辈子 大家就会更多人来 就是来帮助我 让我的价值越来越高 那最重要就是用心这两个字 对 看似简单的东西 你用心做它就会不一样 坚持将妈妈的原住民料理传承下去 是王笑良做料理的根本 也唯有这样才能做出家族的传承与情感 所以我要把家的味道传承下去 所以我会以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故事来做我的料理 这也就是我觉得我在做料理的一个感动点 因为我今天做的是我家人的味道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来自于家 没有家就没有料理这件事情 你就只是在吃饱肚子 不是吃感情 对 很重要 延续妈妈的料理以及自己的创意 不再是翻桌率的经营 王笑良采预约制 浅清妈妈的辛劳 不但做到用餐的品质 也把赛德克的料理文化 细致地留给每一位来用餐的客人 回到部落的王笑良 将妈妈现场点餐的小吃模式 改变成预约式的特色料理 让营运渐渐回稳 无奈又遭到了疫情的重挫 面临第二次严峻的考验 这次考验它是如何克服的呢 一块看下去 以前老人家的事是指中指 夹到这个地方 夹到这个地方 同时拉线 同时拉线 直接晃哦 直接晃哦 不然会卡在这个地方 曾经参与电影赛德克巴来射箭制作 也是猎人家族的王万全 教导学生使用传统射箭 跟一些赛德克的禁忌事项 更要让学生们学习尊敬的心 好 开始 90度 90度哦 也没有关系啦 看你们从宽管都没有关系 体验就好了 好 开始 这一块 你看看 射箭其实蛮难的 就是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力气不够 所以就是可能会射不出来 对 但是我觉得它是有技术的 就是要长脸 然后以前它们也是很厉害 就可以射三竹 那这个地方 插一个地瓜 地瓜 那这个是老鼠的路 会经过这边 闻到这个地方 它会去吃 去吃以后 可以拍 可以拍 以前我们没有给人家拍 现在可以拍 好 它会压这个东西 压这个棍子 你看 好 这边 这样 就被压扁了 五款传统的捕捉陷阱器 有石板型 铁线型 夹具型 虽然造型简单 各个却带有隐藏性的杀伤力 学生在祖林的同意下 穿上传统披肩 上山参访超过100年的 原主居地 以及历经921地震 才修复成 塞德克传统家族 半血屋的模样 没有用任何一根钉子 只有黄藤绑绕 却是坚固无比 仅有三十几公分的 窄小路口与石壁枪口 都是为了防御考量设计 先人的建筑智慧 更是令人敬佩 你们知道吗 我们这边有两个小床 一个大床 对不对 你们注意看 爸爸睡的方向 已经是对着门 男生 他要保护我们女生 所以妈妈是睡边边的 这个方向 从爷爷到大男生为主 女生奶奶 他们都是往旁边 他也是被保护的 烧烤民族的塞德克 善用二叶松的油纸 做火源燃料 单体单室的设计 是凝聚家人情感的所在地 对生活的礼节 要求严谨 家务对家属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教小孩的禁忌生活规范 就是从家开始走出这个大门 你就要遵守这样的生活规范 我们男女分得很清楚 男生一定会在这个三角炉灶的区块 爸爸会讲猎人的禁忌 女生一定会在这个礼金架这个地方 教支部的禁忌 所以说我们这一边就是划分了 而且猎人绝对不能去触碰 我们的编制的东西 我们女生也不能去碰男生的猎记 王孝良力推八大导览项目 其中还有六至七月的赏碟 食农教育等等 是全国原民会学子参访体验的地方 也让游客认识部落文化的内涵与生态 虽然受到九二一大地震 丙都立台风 七二水灾 三大天灾重创的家园 却让王孝良重新找寻一个 永续环境利益共享的发展模式 于是他决心从部落再活化做起 希望把这个资产延续下去 我们就开始有一些课程 然后培训我们在地的年轻人 对 然后就是有猎人 因为猎人 因为我们赛德克男生要会打猎 赛德克女生要会支部 所以我们培训的就是猎人的导览 然后再就是我们匠师 就是资料 每逢樱花季节 朵朵樱花开得娇艳欲低 花团锦簇 在2014年退伍就返乡的王孝良 将园区改造成宁静歉意的氛围 不过刚回来开始经营时 因为客源重新洗牌 困难重重 因为回到部落那是需要一个很大的决心 我都常跟人家开玩笑 回到部落跟关监狱没有两样 因为讯号也没了 对 你每天生活就是面对这一片山 然后你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你每天可能就看着这些叶子花飘下来在那边扫地 然后有客人就接客人 所以我刚回来的前几年其实我是没有目标的 我的目标就是照顾好我的父母亲 经过几年的辛苦经营 好不容易有一点成绩 却又来个疫情 虽然过程中也推疫情套餐 但几乎整整两年无法正常营业 差点把王孝良挤垮 也是经过了几年的辛苦 好不容易达到有一个名声了 就来个疫情 其实我前阵子也在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要不要放弃这件事情 因为讲真的疫情真的把我打得很惨 打压得很惨 我也不是一个五星期主厨 我也不是一个台湾原住民 很多很厉害的厨师 我也没有说有一个 可能一个比较好的贵人 直接拉我起来 我们就是在在地生根 所以我们要靠自己 研究所毕业后 王孝良曾经彷徨过 也曾想离开部落 可以在都市赚大钱过好的生活 我想说算了我不做了 因为其实经过这么多天灾 我们也看不到 所谓的客群 还有那时候听到就是说 去想想看为什么当初我想要做料理这件事情 其实我从小就喜欢进厨房 其实爸妈是反对的 因为她觉得说厨房很累 叫我好好读书 可以去做办公室吹冷气 对 可是我就在 读研究所的 以前的这个求学间 我偷偷去考取我的证照 因为我还是喜欢料理 历经三年的挣扎后 喜爱料理的王孝良在前辈的鼓励跟协助下终于体悟到做料理的价值所在 然后准备要离开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的南投县县县对我们也很好啦 就在那一刻我们的小年夜 赛德克小年夜 他突然就是预约我的餐厅 来我这边吃我们的料理 也就是我们的年菜 也是我第一次把这一桌菜叫做赛德克组的年菜 然后他那时候也跟我讲很多话 他希望我继续撑下去 再加上这几年农委会的甜妈妈 我们是甜妈妈的 然后也是很帮我们 那时候我才想说今天这一道墙我过了 我觉得我要让大家知道 我在我心中真正的原住民料理 心中真正的原住民料理 其实是王孝良的妈妈这么多年来坚持的 无味素无任何添加的健康原住民餐 王孝良也举办创业历程讲座 希望把自己的故事跟经验分享给更多的学子 提早为自己练就一技之长 找到人生目标 王孝良以自身的经历鼓励学子们 坚持是人生一门很深的功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